美国联准会会议记录释放偏向鹰派的讯号 再是抛售力道放缓 另外美国公布一系列的经济数字 虽然上周初领失业金人数跌破20万人大关 创下预办世纪新低 由于市场预期 但劳动力市场紧绷 美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也创30年新高 显示通膨正在升温 而焦点类股表现 房地产能源以及科技股领涨 每股四大指数涨多跌少 豆琼指数下跌9.42点 收35804.38点 纳斯达克上涨70.09点 收15845.23点 标普500上升10.76点 收4701.46点 废办指数上涨35.58点 收3870.01点 欧洲股市方面 世卫组织市井 欧洲疫情恶化加剧 尤其德国 考虑全国封锁 市场优心 疫情很可能阻碍经济复苏 陷入停摆的恐慌 欧洲三大股市 跌多涨少 英国股市上升19.63点 收7286.32点 德国股市下跌 58.61点 收15878.39点 法国股市下挫 2.39点 收7042.23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从铜板市民经济 到国际贸易布局 看见新东协节目 感谢您长期的支持 现在我们全新改版 延长为一个小时 华语新闻台 看见新东协 带您更深入探讨 东协商情语 正经发展